新闻大白话年度破关节任务 任务一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现在台海啊我们继续来关注 因为昨天大家问到了陈明通 就说这个解放军说 2027年攻台是不是会先攻东沙 陈明通跟苏貞昌也都有所回应 是不是插话连篇呢 因为苏貞昌他今天讲的方式 是讲说中国你扩大军备秀肌肉 有时候会适得其反自得其害 让大家想到说你之前告诉大家 就算只有一支扫帚 也要跟中国周旋到底 那陈明通现在告诉大家是什么呢 中共内部有辩论过 到底要不要攻东沙群岛这件事情 他虽然讲说蔡总统任内不会攻东沙 但是我们台湾人 他讲的话因为是台语版 我们直接来听他怎么说 但是我们台湾人一口气 可以落头也有三寸年 我们不可能让他汙烈的 逼合之下 我们就这段话做 所以我们有相应对策吗 我们有我们的发度的支持 以及发度的要求 我们可以跟他谈话 难道我们真的要用机室跟扫帚来抗中保台吗 所以其实感觉上面都是嘴巴上讲得很勇猛 然后我们不害怕 可是真的要上战场的是谁 恐怕是年轻人 因为吴钊燮告诉我们说 年轻人我相信都会很愿意上战场的 但是我们来看 美军公布这个中国的军力报告 共军目标2027年会逼台湾 以北京的条件来谈判 陈明通是告诉大家说 中共内部有辩论过 但是现在应该是不至于 我们一定会看到就是会坚守到底 但是其实过去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解放军也曾经计划要来夺这个乌丘 所以这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是说嘴巴上面讲说 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 然后我们台湾人 大家一定会这样子站到最后一刻 这个真的是要这样逼向这个战争吗 而且搞不好不会真的发生战争 他只要把我们封锁 我们刚刚不是在讲能源吗 能源就进不来 他只要把我们封锁 包含了50%的天然气 30%的燃煤 通通进不来 我们全部都要靠进口进来 所以我们到时候没有电 搞不好也不用战争 因为他们在2027年这个计划当中 就有其中一项就讲说 会用封锁台湾的方式 再来 现在来看 密立 密立告诉大家说 未来美国恐怕不再是国际老大哥 现在全球已经进入 三级事件 美俄中已经形成了三强鼎立 我们台湾还要靠美国吗 其实我们看看我们的军力的分布 大陆这个陆军规模 40万人 我们8万人 军团他们5个 我们3个 其实比起来相当的不对等 或者是说两栖舰艇 他们49艘 我们14艘 感觉起来 我们真的有办法 像他们嘴巴讲的 那么厉害 那么勇猛 那么战到底吗 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子去弄一场战争吗 亮哥 那个东沙岛确实 中国他以前内部评估 他要打就打台湾了 他怎么会去打东沙岛 因为打一个岛 然后不打台湾 那等于是让台湾警戒心提高 对 那美国跟日本刚好借机 进入部署 所以确实一开始没有这样想 可是最近确实有一些变化 就是美国内部也有很多智库 不是说要把东沙岛变成毒蛙 对 那你就不知道说 美国会不会希望台湾 把某些武器搬上去 那这个就会变成新变数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如果东沙岛是维持目前的状况 因为东沙岛我们目前是把它当做 国家海洋公园 是低度军事化的一个地方 那本来也是海巡署 那最近才巧巧改成陆战队 可是编制也很少了 大概只有两百多人 那未来可能会增加到500 那增加到500 是不是意味着要进一步军事化 所以如果台湾要把它军事化 然后把一些 对中国有威胁的武器要搬上去 那你认为中国大陆就都不会调整他的政策吗 所以陈平东那个讲的是过去 过去确实如此 可是未来 因为两岸的关系是变动的 那这就很难讲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天然气 天然气事实上它的库存只有14天 我们台湾 因为你要除气潮 那你必须要把它压成液态才能够保存 所以通常它的保存量就是14天 那天然气事实上 我们几乎都是进口的 那如果中国大陆封锁台海 那你那个运气船进不来 那你怎么办 只能乘两个礼拜 50% 对 那另外比如说大潭电厂 大潭电厂如果三阶盖好之后 它占我们总发电量 大概是12到14% 那大潭电厂几乎就是 它只要不能运作 北台湾就整个缺电 所以它事实上会构成我们一个 战略上的弱点 你知道吗 那天然气场跟核电厂不一样 天然气有可能被攻击 你看那个烧地阿拉伯 不是被伊朗攻击 那油田不是烧好几天吗 对 因为它不是核能 核电厂不能攻击 这是危害人类罪 可是天然气场有可能被攻击 那你会不会陷入 你的国安上的一个弱点 所以这些问题事实上坦白说 因为我们这个人员政策 真的要辩论 就要把国安的东西也拿进来 对 那天然气是不是真的很脆弱 因为14天就是真的就是现实 对 你没有办法超过14天 那你要告诉我 你如何确保天然气的进口 不会被封锁 是 如果台海紧张的话 而且他如果宣布封锁 各国也会暂时就停止 运天然气过来 他干嘛去冒这个风险 那你要告诉我这个问题 你怎么解决 没错 不然到2025是让时间很快 2025我们的天然气 我们天然气现在已经38%了 所以它要提升到50%是很快的 那你到时候三接盖好 大概就已经快要面临这个局面了 对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感觉到说 好像包含了苏贞昌 包含了陈明瞳讲的 这一个战争不用怕 有我们在 我们拿扫帚都要占到底 我们用这个基石弄到最后一刻 我们都要跟他们拼下去 因为扫帚不必通电 所以这就是人民的无奈 你们不要再一直去挑衅 把这个战争挑起 那真的上战场的会是你们吗 真的 如果暂时 然后我们也没有电的话 真的只能拿扫帚了 基本上是这样 那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很多人他们在讲抗中保台 可是他们在整个能源政策上 完全没有考量到我们的国安 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像刚刚亮哥讲到的 其实你核能发电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你的核设施 别人不能来攻击你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个照片 这是委内瑞拉的天然气场爆炸了 的照片 那天然气场是会爆炸的 不是说只有核电厂 然后多危险多危险 在世界上有非常多的天然气场 都曾经爆炸过 委内瑞拉的这个例子 人家政府说是什么 是恐怖攻击 所以他其实告诉我们 就是说天然气的电厂 它某种程度 它会变成是一个 国安的威胁的风险存在 你就想如果两岸之间 今天开战了 那在战争当中 你会优先攻打什么样的设施 第一个当然是你的机场 因为它是交通的枢纽 第二个就是油 或是电的相关储存设备 我们在桃园那边 弄了一大堆的天然气 那你觉得到时候 如果两岸真的开战 他们会怎么做 所以你会看到另外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大家有没有发现 民党一直说他们反核 他们反核四 可是蔡英文上任到现在 除了最多就是把燃料棒送出国 送出国就会放在那边 那他们为什么不把 核四给拆掉呢 为什么不把核电厂里面的 那个一号机组 跟二号机组给拆掉呢 他们没有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去讨论说 核四是不是要重启 如果他们把整个核四场 直接把它宣布废除废止 那基本上今天也没有这个公投议题了 我们只能考虑要不要重建 而不是重启 这就代表说 他们也有一些压力在 他们也知道或许在未来 这样子的核电厂 它对台湾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那为什么民进党政府 不敢跟大家承认呢 我要告诉大家 民进党政府它是可以翻脸不认人的 你看之前夺反瘦肉精的牛 现在夺挺莱猪 所以如果有一天 真的台湾有国安风险了 如果有一天真的缺电了 民进党转头过来说他们挺核四 你们也不要太惊讶 也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苏正昌他就是这样子 当时一直去讲说 林毅雄这个绝食了 所以你不要用情绪勒索的方式 那现在他又告诉你说 核四不可行 可是台湾缺电是事实 台湾要接轨国际 要零碳牌 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目标跟承诺 那在能源的公投上面 要怎么做决定 我想非常的清楚 好 刚刚有一个 最新的一个状况 反莱猪公投南入CPTPP 苏正昌两度强调 美国人狠气 他今天在立法院执行 这个施政总质询 就是立法院的立委 民进党的立委 汤惠真质询的时候 就询问美猪进口 为什么会影响台湾加入CPTPP 苏正昌是讲说 台湾的凤梨 世家 联雾 外销世界各国都没事 但是中国就突然禁止了 台湾凤梨的销售过去 你看国人多生气 他以此来举例说 假如我 就反过来说 假如我们说 美国的猪肉不行 是毒株 那美国一定会像我们 就是水果不能够 送到大陆去一样 美国也一定会很生气 还讲了两遍 他说连那个AIT处长孙小雅 都说他自己也有吃 也给孩子吃 那是多么生气的一句话 所以他完全 还要用抗中保台这张牌 来讲说 这个美国会很气 苏贞昌真的要问一下 我们那个孙小雅 就是他吃的是 有莱克多巴胺的还是没有的 对 因为当初就讲得很模糊 我跟你讲 美猪 莱克多巴胺莱猪曾经高达50% 那现在降到22% 美国本身也在反莱猪 而且占比越来越低 那连加拿大莱猪都不出口 你就知道 这个东西在美加已经是 非主流的东西 所以你去问美国人 美国人确实吃美猪 可是他们是标示的 结果我们台湾不能标示 这合理吗 美国的猪肉你去看在超级市场 超市里面都会写的 后面就可以看到 有没有莱克多巴胺 美国是完全是依法标示的 人家如果他没有莱克多巴胺 他一定会标示 那有莱克多巴胺他反而不敢标示 你知道我意思 他就要表示说我是有机猪肉 我是没有用特殊方法的 所以只要没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 他是主动标示的 而且就放在超市在卖 而且越来越多美国人是吃 没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你苏貞昌不要骗人 所以孙小雅你敢不敢进一步问 AID处长 所以请问孙处长 你是吃没有莱克多巴胺的 还是有莱克多巴胺的 讲白了 这件事情是美国肉品商的一个 是他在Lobby上的一个失误 他被里莱药厂主导 对 事实上这件事情是里莱药厂在推销 因为莱克多巴胺是里莱药厂做的 他发明的 事实上美国的肉品业者 不一定要加莱克多巴胺 对 结果里莱药厂他主导了美租的对外出口 就说这两个不能够区分 而且你不能标示 哪有这种道理 你都让他进来 你如果都进来我没有意见 可是你让我标示 哪些是没有的 哪些是有的 对不对 而且比较多是没有的 其实那时候孙小雅这样讲的时候 就在想说这是不是跟民进党约好 统一的调性都在那边模糊 把莱猪说成就是美猪 所以他故意是不是要讲得很模糊 然后现在好继续这个套路 继续这个剧本继续演下去 你看美国人会多生气 就像我们凤梨不能去一样生气 我觉得这个骗过神的人 这个在说谎的功力上面 出口成谎显然是特别有一套 他先讲说你看 大陆我们的卖不出去水果 我们就很生气 那是前提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有 出口到大陆 然后被暂停了 请问在此之前 莱猪有进到台湾吗 就连现在都没有不是吗 现在也都只有美猪进来 所以这两个能够做比较吗 完全不能比 如果今天是我们已经开放 莱猪进口了 而且开放了五六年 我们突然跟大家说 我们要不进口你了 我要暂停你 当然美国人会生气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 这才能去跟大陆水果的事件去对比 所以你拿两个不能对比的事情 来比干嘛 再来他说美国一定很生气 他好像还讲了两次以上 你是美国人吗 你怎么知道美国很生气 你现在是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 还是你是美国派来的代表 坐在我们行政院长的位置上面 你为什么不关心我们台湾人生不生气 吃莱猪台湾人高兴吗 你有没有问过这里 你敢不敢问这个问题 你去做一个民调看看 说吃莱猪台湾人高兴吗 你去做这个民调就这个问题 你吃莱猪你高兴吗 因为你要用生气去对比 不是赞成与否 是你高不高兴 你生不生气 吃莱猪你会不会生气 你为什么从来没有去考虑过 中华民国的国民吃到莱猪 是不是会生气 然后每天跟我们讲 可是美国人会生气 你到底是代表哪一个国家 在这个殿堂上面 国会的殿堂上面 接受立法委员的咨询呢 所以我觉得骗过神的人 真的是不一样 连续说了好几件事情 全部都是谎言 对 苏贞昌之前还告诉我们说 你放心 这个美猪 就是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来 一定会包装得漂漂亮亮的 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这句话 所以感觉上面苏贞昌 真的是从头护航 这个莱克多巴胺 莱猪 护航到底 现在还要编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他一直这样子 是为了自己的位置 他现在很嗨 我来讲一下 因为苏贞昌现在 就很嗨 因为民进党 因为公投的关心 民进党所有的人 被迫要去挺他 所以他变成是好像 民进党里面的超级星星 民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 什么话题都问他 反正国民党就是反他 然后他所有民进党人 都要支持他 可是先前民进党 很多人已经觉得 这个行政院长已经不是任 已经该下台了 所以如今有这么多人来挺他 他当然整个屁股都翹起来了 尾巴都翹起来了 所以他就每天开始讲很多话 殊不知他其实越讲 我觉得对民进党越失分 他现在是不是狭阳 抗 等于说抗中 就说狭阳自重 我现在如果说 我们让美国人生气的话 我们现在继续打 抗中保台这张牌的话 美国人不会站在我们这一边了 我觉得他曲解了孙小雅的意思 所以孙小雅如果想要去告他 就是假消息的话也是可以的 因为孙小雅只说他吃了 美国的猪肉 他并没有说是吃 莱阔多巴胺的猪肉 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民进党今天会走到莱猪要公投这一步 是民进党搞出来的 如果当时你不要这么急就张的去通过 蔡英文跟立委吃一顿午饭 然后就说要开放 你好好跟在野党沟通 你好好跟民众去做公听会 跟座谈会甚至去辩论 甚至你去跟美国人谈判 内脏不要进来 标示可不可以做清楚 这些东西难道不能谈吗 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台积电 你不是说护国神山吗 为什么护国神山在跟美猪 莱猪谈判的这个时间点 没有办法用到 你可以谈说我们只要美猪 我们不要莱猪 甚至我退一万步而言 莱猪进来也要分部位 结果民进党有做吗 什么都没做 美国开口他就全盘接受 所以今天大家才必须要公投 上街自己去投票 如果说美猪进来 你标示清楚 你有含莱克多巴胺